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游管理 Upstream Management的部分 也就是说供应商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跟供应商来谈合作 消除不可回收的包装 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 一直重复不停的讲到包装这件事情 可见它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 我们大部分的产品其实都有包装 没有办法像一些农产品或者是早期 可以裸装的来卖 一定都会有一些纸盒 或者是箱子的包装 或是一些填充的缓充材 那的确产生相当大的废机物量 而且大部分都是一次性的使用 所以我们要来尝试的影响我们的供应商 所以我们可以优先考量 采用支持连废机物目标的供应商 就是认同减废的政策的供应商 那我们也要去影响他们 就像现在有一些大品牌公司 他们就会优先考量低碳生产 低碳产品的供应商 类似这样的意思 然后再来是想办法要求供应商使用百分之百可回收的包装 或者是说要求供应商重新设计产品 比如说这个产品是可以容易拆卸分类 把这个金属类啦 塑胶类啦等等 可以很容易的拆卸 然后被分类 以方便呢重复使用呢 或者是回收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预防有害废弃物 那这个动作的目的呢 首先是要降低废弃物的产生 再来呢是要预防有害废弃物 就是我们使用过的有害废弃物呢 流到我们的环境里面去 去污染环境 那接下来有几个做法呢 可以供大家参考 那首先呢是要妥善处理有害材料 通常呢我们资源回收区呢 都会有各个分类的位置 这个储藏位置 但是呢 针对于有害废弃物呢 通常都要另外隔离处置 可能是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 不会让里面的味道呢 发散出来 影响到我们人员的健康 那相关的记录呢 至少要保存三年 那再来呢是再利用或回收 普遍性的有害废弃物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 像包括电视 电脑 这些3C产品等等 日光灯 电池 以及其他的这些设备等等的 那像一般的这个资讯设备呢 通常也都会被集中处置了 而且这个专门的回收 资讯设备的厂商呢 也非常的普遍 那灯管就要特别注意了 像灯管呢 通常都是比较脆弱的 所以呢 它也要妥善的被保管 或者是被保护 在等着资源回收商来回收 那这个不小心呢 它很容易碎裂 那里面的有害气体呢 跑出来影响到人体的健康 那电池也是一样 电池通常都是单独集中来回收的 因为它体积比较小 所以很容易被遗忘 或者是被放到其他的回收区里面去 所以呢 一定都要有一个清楚的标示回收地点 来集中回收 或者是拿到 像现在的便利商店 都有在帮忙回收电子 就拿到那些可以被妥善处置的地方呢 去回收掉 像这个电池呢 我们一般来说呢 它没有办法再利用 所以它一定是要被妥善处置 它不像一些资讯产品 经过拆解之后呢 它可以根据里面的物质分类呢 可以被回收 再制 那再来呢 是要减少化学品的使用 这些chemical 那在一般的建筑物里面呢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会有化学品呢 一般这个化学品可能也不多啦 那主要是清洁用品 这些清洁剂 那清洁剂呢 可能普遍上来说 比较有效果的清洁剂呢 它的化学成分可能比较高 那现在呢 是鼓励使用这个环保的 或者是天然的成分做的清洁剂 那一方面呢 它也比较不伤害环境 也比较对人体的健康的无害 所以这个比较鼓励使用 如果一般呢 有平常性能在保养的话 那空间的维持呢 如果不是太脏的话呢 现在一般的环保清洁剂呢 大概也都够用 那再来呢 是从员工和客户 收集普遍性有害废弃 就是上面的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会从 这边会讲会从员工跟客户呢 主要是会担心 他们没有办法妥善处理 那所以呢 既然公司已经有 领废弃的措施 这些计划行动 那让员工跟客户 这边收集来的有害废弃 在我们这边 在我们这个公司里面呢 就可以比较妥善的被处理掉 或者是说 比较安全 比较有管理的被处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封闭系统 Closed Loop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要求办公室的用值 至少含有30%的消费后回收成分 Post Consumer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LEED的评估系统里面呢 它对于这个回收再生成分呢 有两个定义 一个叫消费前回收成分 Pre-Consumer 一个就是这个消费后回收成分 Post Consumer 那Pre-Consumer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一般工厂 在制造生产时候材料的下缴料 收集以后呢 再回到回去制成 做成产品 这个叫Pre-Consumer 就是它没有流到消费性市场 再被回收回来的 那这个消费后的回收成分呢 顾名思义它就是有流到这个消费性市场 被使用过后 然后再被回收回来 做成其他的产品 那最常见的当然就是回收纸 还有一些塑胶类的 它被回收再制成其他类的产品 那像第二个建议呢 就是清洁纸的部分 比如像我们的厨房纸巾 或是卫生纸 至少含有20%的消费后回收成分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纸类呢 是比较容易买到 就是纸类的这个产品 比较容易买到 含有回收再生成分 那它的来源 也非常的广泛 像这个报纸啊 书记啊 纸箱等等 都是这个纸呢 可以回收的来源 那第二个常见的 Post-Consumer的原料呢 大概就是塑胶 像我们这边有个例子 这边有标示 就是说再生成分含量35% 那这样的塑胶呢 通常它的来源就是 Post-Consumer 消费后的回收成分 好那再来呢 我们前面有提到堆肥嘛 那这边呢 也鼓励采购 购买当地所产出的堆肥 那当然能够从自己的基地上 产出是最好 好那所以呢 这边当然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确认 当地可以买到 有这个 有当地的产出的堆肥 可以购买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要确保 所有的资源材料呢 都留在当地市场 并回到基地 那这样呢 就可以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 好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创新 这边有三个建议的作为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将我们原先定的 这个废弃物减量计划呢 来做个升级 那或者是说呢 考量 那我们要采购的这个 耐久性品 就是前面讲的 Durable goods的部分呢 来做个升级 比如说当我们有遇到 这些设备或物品 要态换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考量 下一次采购的时候 采购比较耐用 可以用比较久的 这个设备 或者是这个用品 那再来呢 承诺每年减少废弃物总量 那也许我们原来定的 这个废弃物减量计划 每年的减的量呢 是固定的 这个计划是固定的 那我们可以 再积极一点点 将这个计划呢 提升 就是这个减量呢 在逐年增加 那当然这边的目标呢 是到百分之百到零嘛 那这样呢 就有符合我们创新的定义 那最后呢 是实施创新的 废弃物减量活动 一般来说呢 公司的废弃物处理呢 大概就是交由合约厂商 就是合格的这个 资源回收商 或者是轻院厂商来处理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思考一些不同的方向 比如说跟这个工艺团体 环保团体 或者是弱势团体呢 来合作 来做这个捐赠 当我们有要 钛换掉的设备啦 用品啦 其实都还堪用 还可以再使用 或者是经过简单维修呢 就可以再使用的这些设备产品呢 透过捐赠的方式呢 捐赠给他们 那他们呢 也许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维修呢 自己做一些简单的维护维修呢 就可以再使用 延续这个物品的使用寿命 那这样呢 就有达到创新的定义 好 那到课程的最后呢 我们再次强调 要达到零费器物呢 我们不是仅仅做回收而已 我们必须要将整个物质流呢 这些产品呢 经过重新设计 重新思考 减量 再利用 才能够达到 整个的零费器物流的产生 那其实呢 这个就是循环经济的精神 如果各位学员呢 有兴趣呢 可以上网查一下 循环经济 那其实这是一个经济议题 它不是只是在讲 今天课程上里面呢 讲到的这些 比较偏于物质流的循环而已 好 那要推动整个 费器物减量呢 其实 在费器物再回收再生的那一端呢 其实有很多 关于这个商业模式啦 或者是经济 跟钱有关的议题呢 必须要解决 要不然呢 其实也很难推动 因为 回收再利用呢 其实它还是有代价的 也许当大部分的物质流呢 都开始封闭循环的时候 那真正循环经济的那一天呢 才真正开始到来 好 那以上呢 是今天的课程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